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CINE SHOP 靈氣導師阿Man 今天這個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運用知識的 當一個心得分享 因為 這幾天有不同的朋友去 查詢問我有關 很多不同的問題 例如睡覺能不能用水晶 又或者睡覺能不能帶著 水晶手鏈 又或者水晶可不可以放在床頭附近 等等不同的問題 因為坊間可能有很多 很古靈精怪的解讀 有些說 不知道什麼時候 又不能用水晶 又不能用 有些說太多水晶在床頭附近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不同的堅密的說法 我經常都說 用這些產品 即是水晶也好 一些蒸發產品 還有樹尾醋也好 其實 沒有什麼禁忌的 真的不要覺得這些是邪神的東西 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這些是一個很天然的產品 它是穩含著能量 我們怎樣運用到這個能量 首先當然 你選擇這些產品 本身的能量是否好 反而是多一點要注意 就好過說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用 什麼時候不可以用 搞到自己好像精神分裂 好像當這些像養鬼仔 其實就錯了 我經常都跟客人說笑 我以前水晶舖 整個舖都水晶 如果多水晶有問題 我一早就死了 對不對 這個就是common sense 有時候要用一下腦 就不要聽別人說完之後 然後自己 哎呀死了 就好像跟了那些人去做 其實首先就是自己 要用一下腦 想一下邏輯 是否合邏輯 那個解讀方法 我覺得這樣才是最好 那說回 床頭放太多水晶可以嗎 這個視乎很多不同的因素 首先就是你買回來的水晶 是否就是光顧一些有能力幫你淨化水晶的店 去買先 因為這些全部是一個能量產品 就不是說你買一件衣服 一對鞋 或者你買一件Vintage的二手衣服 你回來絕多就用一些消毒劑 浸它十天十夜 這樣再清潔它 這個是一個能量產品 所以就先不是說 鬥便宜先和真假先 首先就是你買了真的水晶回來 到底買回來的時候 那間店的人 是否真的有能力 或者懂得如何淨化水晶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一環 就不是看價錢夠便宜 因為你買回來的能量不太好 那就死火了 那就得不成失了 所以就說 首先就是先決條件 水晶是不是乾淨 好 如果水晶乾淨 放在床頭上 應該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些人會說 不是買了一個新的水晶回來 但是也有一個相遇OK的 老闆可能也懂得有能力去淨化水晶 但是為什麼放在床頭上也會頭痛呢 說回來 因為這個是一個能量的產品 當這個水晶充滿了能量之後 你去接觸 運用這個能量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互動的反應 這個互動的反應 就很視乎這個水晶是什麼功能 那你本身 你潛藏的能量有什麼問題存在了 而產生了不同的反應出來 所以有些人買了一個新的水晶回來 覺得很舒服 睡覺睡得很好 很喜歡它 但是有些人買了一個很漂亮的水晶回來之後 為什麼睡不到呢 頭痛呢 我說這個水晶是一個漂亮的能量的時候 產生了這個反應就是 因為本身你的能量系統內在有不同的問題 而這個水晶跟你的能量接通了之後 畢竟一個能量跟你調整 所以有不同的反應出來 所以不一定是舒服與不舒服 當然啦 如果你覺得舒服 那麼安全吧 放到整個房間也有水晶 可以嗎 我覺得沒問題 我經常都說 我本來都說 我本來都不知道多少水晶 如果是有問題 我早就死了 對 這是邏輯性的問題 但是當然 如果你覺得不舒服 那我就經常教一些人 放遠一點 放在那個廳裡 然後你慢慢接受那個能量 才慢慢移近你的房間 就是這麼簡單 那些人就會問 喂 帶水晶呢 對了 帶水晶帶著來睡覺 好嗎 我不知道 他說外面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那我不知道 外面怎樣跟他說 會不會說 帶著之後可能會招鬼啊 招魂啊 還是不知道什麼 故靈珍貴的 那我自己呢 就不是那麼喜歡帶著水晶睡覺的 就不是因為那些看法 而是我自己純粹覺得 帶著了 固著一隻手 可能有些人很緊的 影響血液循環 那也都可能帶著了有一個重量 令到你睡覺睡眠失數會影響 又或者不知道會不會有時候 發夢 哎 一手撐在牆壁上 撐爛一條水晶 就是很多 不同的可能性出現 所以我個人就不是很喜歡帶水晶睡覺 那當然啦 如果你帶著水晶 也都有人跟我說 不是啊 帶著水晶之後睡了 那隨便吧 那如果你覺得帶著了 你安心了 舒服了 你就帶著來睡覺 那但是呢 我常常說 其實我們怎樣運用這個水晶的能量 才是一個重點 那在於我來講 純粹從能量角度來講 我覺得沒有需要帶著這條水晶睡覺 因為如果你覺得 這個水晶的能量 是真的幫助你 令到你舒服了 其實不需要帶在手上 你放在床頭附近 或者放在枕頭旁邊 總之不要紮住你的頭 令到你睡覺睡得不舒服 那就OK啦 那當然呢 有時候你的意識是很重要的 你深信帶著在手上 會令到你吸引能量多些 那這個我沒有辦法改變你的一個想法 所以都是那樣的 如果你覺得帶著 來安心一點的 好一點的 你就帶著來睡覺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會覺得 怎樣運用水晶的能量 才運用得最好 這個才是重點 不是說你帶多久 因為我經常都說 很多人如果當你不懂能量的時候 其實你帶一天 其實你運用到它的能量 都未必很多 不過當然好過沒有 那其實呢 如果有一個習慣性 就是每天拿著水晶 來做一個症狀冥想 或者如果你說不懂症狀冥想 再簡單一點 拿著來做一個呼吸的調控 呼吸吸氣 呼氣 令到自己舒服 或者甚至去想 透過你手上這個水晶 這個水晶的能量 給你去接收 那也是一個很好好的 如果你可以每天 去花5至10分鐘 去做 這個 拿著水晶 去吸水 能量的一個調控 能量的練習 那其實就可能 這10分鐘的時間值 你吸到水晶的能量 比你帶著在手 整天的時間的能量值 所以 都是這樣 沒有一個絕對對與錯 最重要是你舒服與不舒服 所以 除了之前那段影片教大家 如何去清洗淨化水晶的能量之外 其實用水晶我覺得就是第一樣的 平常心 沒有分左手右手 也不需要一定帶上身 我常常在店裡 人們看水晶 我好自豪 整天生一隻手出來 買水晶我是不帶水晶的 因為帶到整個辣水晶的人 基本上是不懂能量 才會帶到整個辣水晶 我們會用水晶的人 我偶爾帶一條兩條 兩條都很少帶 因為我覺得很重 其實怎樣運用水晶的能量 才是一個重點 不是說帶上身 就一定是覺得好 我希望這個影片 帶到一些訊息 幫助大家 對運用水晶的能量 正確的概念 如果大家有任何其他問題 都歡迎留言 按讚 分享 影片 謝謝 最後也是一樣 香港人加油 拜拜